未来的这段时间 你们有没有你们的目标 比如说治愈率啊 包括这个降低病死率啊 等等方面 有的 这个是压力比较大的地方 因为按照目前的数据 我们湖北的整体的 这个新冠肺的死亡率 在3%左右 但是重症的死亡率呢 相对是比较高一些的 但是参照当时SARS的 这个重症死亡率 大概在9% 10% 不过现在已经过了17年 那么在这样一个病的 尽管病都不同 但治疗的方法上 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而且技术所当然现在也跟人来 要好一些 特别在重症的救治的力量上也好一些 所以我们初步定的 目标的 希望我们的重症患者 在这为主在那个雷胜山医院 死亡率呢 那就可能 希望能控制在 4%以内 这个目标其实有点难 但是我们大家努力 而且我们这个团队 这些精神面貌 大家的 都非常 新奇 尽管是团队不同 但是很新奇 我觉得还是 而且从前面做的情况看 是有可能的 这块我一定要解释一下 这4%以内指的是 接的是重症患者 这要降到4%以内 会使整个武汉的这种病死率 会大翻译下降 这下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